再来看台北市长柯文哲上午和456位的里长相见欢 并指示民政局要在一个礼拜内完成里长自治条例的草案 并承诺要建立里长跟市府的沟通热线 同时要以分组的方式让市长可以直接跟里长面对面沟通 市府团队 台北市长柯文哲和台北市的456个里长相见欢 不只派下大合照留念 市长还有三点指示要当作见面礼 第一,我们要订定台北市的里长自治条例 所以请蓝世聪局长开始草泥跟法务局合作 草泥台北市市长的里长自治条例 要明确的规范里长的权利跟义务 我们要让里长有热线 不管是你或是你要指定你的基要 让里长有问题可以单一窗口来解决问题 至少每年里长有一次机会 是跟里长有机会跟市长是面对面直接沟通的 柯文哲形容里长就像市府的神经细胞更是为里民服务的第一线窗口 宣布将拟定里长自治条例保障里长的权利和义务 效益如何里长们非常期待 我们新的市长它的行政焦虑很强 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以往市长所没有的 我们真希望说市长能够把整个的行政焦虑跟公务人员的怠惰 整个把它整个弄好 然后跟里长长期的有接触 区里过去也有所谓区里座谈 和一些相关的这样子市长跟里长或跟民众的与民有约 我觉得这些方式都很好 只是看看换什么样名称吧 内容不外乎就是多跟老百姓接触 知道老百姓的需求做好福利 里长们普遍支持 而456位里长难得起聚一堂 和市长近距离当然要排队轮流合照 柯文哲立刻变成人形立牌 里长们也要把握机会和市长讲悄悄话 刚刚委员这位做生的小伙伴 谢谢你很尊重的支持 每一次很好 如果LINE的群组要结合我们456个里长的LINE 那因为每个里都有很多的问题在 那我很怕是说未来这个美意消化不了 但柯文哲要复制和局处首长的沟通管道 利用LINE的群组和里长建立热线 有里长认为很难实现 而如何拉近和基层的距离 恐怕要靠的不只是网路而已 约电TV王室凯善永沛台北报道